这一番话我想大家会信吗 众所周知呢 两岸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这个基础充分体现了两岸双方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那么无论是两会的商谈 还是过去国台办和陆委会建立的联系沟通机制 都是具体生动的范例 只要民进党当局认同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以实际行动停止谋独挑衅和勾连外部势力对抗大陆 那么两岸对话协商就可以恢复 1月7日开始小三通实现部分的复航 那么为金门马祖的同胞返乡过年 与家人团员提供了便利 那么据统治呢截至到2月6日 两岸船舶共往返78班再克5169人次 其中呢夏京航线共62航次 4736人次 辅马航线共16航次 433人次 大陆方面呢持续的推动小三通全面复航 1月29日 刚刚说到了中共中央台办 国台办主任宋涛 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了解了小三通部分复航的情况 慰问经小三通往返下京的台胞 表示呢当前大陆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的交流往来 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 我们高度重视 并且呢已经全面做好了相关的准备 以疫情为借口来阻挡两岸交流呢 是违背民意不得人心 应当尽快的全面恢复小三通和两岸民众的正常交流往来 民进党当局呢虽然同意所谓小三通专案常态化的实施 但是呢仍然继续把金马地区以外的同胞排除在外 让小三通难以发挥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应有的作用 难怪呢岛内民众批评他们是罔顾民意没有诚意 我们希望民进党当局以民众扶持为重 尽快的取消所有的人为限制 让小三通全面复航 在两岸疫情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 两岸的同胞和航空业者是热切的盼望 全面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那根据台湾同胞以及岛内有关团体的反应 2月1日大陆的航空主管部门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 联系渠道促请台湾方面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优先恢复广州 深圳 南京 无锡 杭州 宁波 武汉 福州 合肥 重庆 长沙 郑州 海口 西安 沈阳 哈尔滨等16个台胞反应 较为集中的两岸直航航点 推动上述直航航点恢复是全面恢复两岸客运直航的第一步 后续我们会根据台胞台商的需要持续的推动更多两岸直航航点复航 满足两岸交流交往的需要 我们要强调的是对于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 没有任何的限制和障碍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采取务实的措施 不要再以疫情为借口 以所谓的评估考量来搪塞 阻挡阻碍两岸恢复直航 民进党当局设定的大陆旅客赴台的目标 那么你觉得就你个人觉得能相信吗 从去年到现在台湾的陆委会口口声声地表示说 要逐步地恢复两岸人员往来健康有序的交流 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些都只是挂在嘴上的空话 实际上民进党当局到现在为止 仍然对大陆和港澳地区的人员赴台呢 设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呢所谓一百万的大陆游客怎么去呢 从何谈起呢 对于台湾食品企业注册的问题呢 我们是高度重视积极的处理 近期呢有63家台湾食品企业已经注册 或者更新注册的信息 那相关信息呢可以在海关总署 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 信息服务栏目查询 目前呢大陆主管部门正在按规定 审核其他台湾食品企业提交的注册资料 我们愿意呢继续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协助解决台湾食品企业申请注册过程当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 为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便利 夏令妍副主席到今天到这个大陆来参访 可能就是会参与的一些交流活动 那么为了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呢 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在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令妍来访期间呢 两岸有关方面将合作举办两项的交流活动 一个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 共同主办后疫情时期的两岸关系与交流合作座谈会 那么这个座谈会呢将在2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第二呢是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清工总会作为指导单位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以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青年委员会 三三会青年企业家委员会 共同主办两岸青年企业家上海交流活动 这个活动将在2月13日上午在上海举行 夏令妍副主席呢将出席上述的两项活动 并且呢到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参访 有关会面活动安排呢 我们会及时地对外发布消息 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呢 是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我们始终呢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并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真诚地为台湾同胞谋福祉 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危害台湾同胞的身家性命 一步一步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是对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胁迫 是对台湾最大利益的威胁 那第二个问题呢 无论这个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 怎么勾连 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呢 是牢不可破 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呢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 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 民进党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呢 是不会得逞的 去年八月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他访问台湾 大陆也展开强势反击 解放军展开 连续长达一周的围岛军演 而今年春节刚过 又再度传出 美国新任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于今年春天访问台湾 恐再酿成另一波的台海危机 台湾民众也忧心 如果麦卡锡他真的来了 这次大陆的反应 会不会比去年更加激烈 反制行动更加升级 想请问发言人 台海是否可能会再度陷入 这个兵凶战危的险境 谢谢 我们已经多次的表明 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民进党当局医美谋独注定失败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我也没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